纪念于杰林弟兄 一位合并入了圣灵浪潮的人 我第一次遇见于杰林弟兄 是在洛杉矶的爱登会所 那时候正是圣灵在美国开始工作的初期 李长寿弟兄训练着一批年轻的弟兄姊妹 预备移民到美国各大城市 建立主恢复见证的金灯台 1969年于杰林弟兄从香港来到爱登会所 投入了圣灵的浪潮 于弟兄来到洛杉矶没有多久 我就看见他和陈启忠弟兄等等 在清职特别聚会的时候释放信息 于弟兄的才华和圣灵的属灵的分量 已经开始凸显出来 那时候圣灵的浪潮风起云涌 美国各地寻求主爱主的弟兄姊妹 为了走这条路付出相当的代价 放弃了他们原先舒适的生活和传统的宗教信仰 纷纷移民到洛杉矶来 甚至有些弟兄像Francis Paul弟兄 他放弃了他牧师的职份 妻子离开了他与他离婚 儿子妥却了他背叛他与他断绝关系 妻离子叛文之磊落 只因为他跟随了一个中国人李弟兄 同样的见证比比皆是不乏其人 有一次大约三百多人的聚会 其中有四五十位曾经是牧师和传道人的弟兄姊妹 在圣灵的浪潮的催促之下 我也放弃了博士学位奖学金的诱惑 留在洛杉矶 接受李弟兄招会生活的训练 这个训练不是一篇一篇的道 乃是全天后一天24小时 一周七天的操练灵的团体生活 浸透在圣灵的浪潮的里面 北美大移民之后 爱登会所的火种分散移民到北美各大城市 绝对奉献和完全摆上的灵渐渐淡化 爱登会所大复兴成为我们难忘的思念 隐隐隐扰扰不时浮现心头挥之不去 虽然也在当地的招会 接受现实尽力而为 却不免有无奈的愚态 2003年张光辉弟兄大力推荐 余弟兄带领在新泽西学人学者的暑期训练 2004年千项招会 购买会所未能成心 2005年我们一批人来到新泽西 一进会所就大大的震撼 一个个青年学人学者 抢先涌到讲台前 排队奉献自己 愿意抛弃他们的美国梦 宣告我这一生不是被提 就是寻到 30年前 爱登会所圣灵的浪潮 再一次涌现在眼前 人虽然不一样 表现也略有不同 但是圣灵的内涵 却仍是同一个 余弟兄把爱登会所圣灵的浪潮 又带了回来 在他的带领之下 这批中国来的青年学人学者 因着圣灵浪潮的冲击 被圣灵俯落 放弃他们的美国梦 完全为着主而活 正如30多年以前 在爱登会所 我们被圣灵所俯落了 一样 不仅如此 圣灵的浪潮一直没有离开 余弟兄和他所服侍的工作 2014年开始的工商福音 外语福音 2020年以色拉训练等等 都满了神的祝福和圣灵的同在 如今弟兄停下劳苦 安息主怀 但我相信弟兄睡去 灵人继续 因为他的灵已经合并入了圣灵的浪潮 依然汹涌同败 直到处来赞美主